日本的柳善儿剧团今年在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当中要演出作品《义贼属小僧》 他描述一个在乱世中劫富济贫的小偷 导演认为戏剧作品要替弱势发生 他观察到311地震之后 日本民众人心不安的心情 其实跟百年前歌舞伎作品当中描述的非常像 因此他制作了这出融合古今元素的《义贼属小僧》 要为观众带来人生的希望 日本刘商乐剧团演出的《义贼属小僧》 取材自传统歌舞伎剧本 内容描述1855年日本安镇大地震后 因为天灾人祸造成人心不安 而伸手矫健的主角 专门偷取金银财宝分送穷人 故事原型就像日本版的廖天丁 导演将传统剧本搬上现代剧场的舞台 保留原本歌舞伎的传统 也加入现代戏剧的元素 为观众带来一出有歌有舞 精彩舞打场面 甚至融合木偶戏等元素 导演自己也亲自上阵解说人偶戏 有了祝士大地震 大地震 安全感到 我认为歌舞伎是 我认为歌舞伎的歌舞伎是 很不一样的 安倫歌舞伎的歌舞伎 歌舞伎和安倫歌舞伎 本来演劇的自由的差势力 弱者的视线を持续 旅行的冒险的演劇 大姐是小姐 白天是三名先生 你叫金子 剧中演员用中文演出 还会邀请观众上台互动 也加入熟悉的流行音乐 拉近跟观众的距离 再偷偷告诉大姐你们 她也没有 上舞台要大选一点 不爱不爱 大姐大自拍 小姐临自拍 导演刘山儿祥说 戏剧必须跟社会结合 三一一地震后的日本 跟这个作品当时描述的情况 十分类似 所以她提笔改编了 义贼属小僧 希望透过角色 抚慰人心 为大家带来希望 荣和古今元素 由山鹅剧团为观众带来一场华丽 又蕴含深意的现代歌舞剧 优优独播剧